一,全世界只有一个自己,所以没必要遇到别人生命的插曲。 二,心累了,不再挣扎了,有许多人的陪伴,却都不是我心中的那个人。 三,伤了的伤,累了的心,就如同磁水一巴,暗淡消沉。 不要去恨一个人,那是对自己的折磨,不是一件钟情分泽日久生情的,不是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。 不是距离产生美,也不是寂寞比浪漫可靠。 爱情是没有逻辑可言的,各有各的姿态,你爱了,便是爱了。 五,每个人都有一个不开的过往,别人都过得去了,你又何必拿出来一顿,招着不放,斤斤计较, 硬,其实,我很累了,我习惯脚装坚强,习惯了一个人面对所有,我不知道自己到底想怎么样。 七,如果要告别,一定要用力一点,因为任何独叹一眼,都有可能成为最后一眼,多说一句,都可能是最后一句。 有时候,就是想打哭一场,因为心里憋屈,有时候,就是想疯癫一下,因为情绪低落,有时候,就是想扑口大骂,因为心里不爽,有时候,就是想安安静静,因为真的我累了。 十一,如果要告别,一定要用力一点,因为任何独叹一眼,都有可能成为最后一眼,多说一句,都可能是最后一句。 十一,没有人会一直不顾一切,见惊极为你抬花,一直送找不到路的你回家,你能做的就是自己学会长大,然的一生至少该有一次,该转身时就转身,该放手时就放手。 十二,一个人不管有多好,首先他是你的,他有意义,爱情到最后,不是比谁更出色,而是看谁最后能留在你身边。 所以,最好的那一个,不是来自星星的你,而是来自身边的你,所谓一辈子,就是死心他地地陪着你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贴切牛線SYC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